在三角函数的极限里面最后类体型就是要用公式 这些是同学高一曾经学过的三角学的公式 现在我要用了 所以之后如果用公式同学有公式上的模糊 或者是记不得公式 你就回来看这里 开始 所以往下看 所以现在我的分子有一减可塞平方 因为在三角函数的公式里面我们讲说 塞平方加cos平方会等于1 所以如果我把cos平方移过去 是塞平方最等于1减cos平方x 你看到其实分子就是1减cos平方 所以分子其实可以写成什么 分子可以写成塞平方 再来把7掉去外面 所以你会有七分一 limit x 举向于0,sine平方的意思就是 sine乘sine 那分母的x平方就是x乘x 那分开 sine x除x乘 limit分配进来 sine x除x 所以依据公司这个是e 这个是e 相乘 所以当然是7分之1 就只是用下 上角函数的公式而已啦 那再来 cos2x有公式 cos2x的话 我们会用 1-2sine平方x的公式 为什么呢 因为题目里面我们看到一个e 那如果带入的话 带入公式 1-cos2x带入 1-2sine平方x 你前面有负 所以你要把它开个跨户 这边 啊,sorry,这边 OK 好 所以如果把跨户打开的话 这是会有 1-1 负负的 这边 负负的正 2-3平方x 出 3x平方 那我目的 为什么专门用这个 因为 1可以消掉 干嘛 1-1是0 所以里面x就像于0分子 剩下 2sine平方 分5剩下 3x平方 那么这个2跟3 都是 无关紧要的啦 为什么 因为sine里面放的是x嘛 所以我只需要把2跟3 抽出去外面 好 所以里面剩下什么 里面剩下 sine平方x我就写成sinex乘sinex 分5的x平方我就写成x乘x OK 所以 这是三分二 limit分配进来 sinex除x再乘 limitx就像于0 sinex除x 所以一句公式 这个是1 这个是1 好 所以当然是 3分之2 乘1乘1 所以当然是3分2 OK啊 好 再来 看一个 tangent 好 那分子其实 都有 什么 分子都有 tangent 你看嘛 所以tangent 不是抽出去 limit外面 tangent 抽出来 可是还是在limit里面 好 OK 在分子 不好意思 好 再分子 所以分子 抽tangent x 里面剩下1-cos2x 好 所以同样的想法 那这边有一个 1-cos2x 公式里面 东西也可以这么想 我们的公式有 cos2x等于 1-23 平方 你也可以这么想 如果带路来 带路对你来讲太难了 的话你也可以旁边 以下1号 再带进来 好不然你可以像老师刚才那里提讲 所以tangent的话我就换成si 再出cos 那里面 它其实 我带进来 它其实是2sine平方 x 公式忘记 就开回去刚才 参加函数公式的那个slide 好 这边我是带进来 干嘛 整个 整个1-cos2x 带进来 这边 好 这整个 所以才得到2sine平方 x 所以把这个数字 而 丢去外面 只有数字 就可以离开limit 然后 limit x 就像于0 那这边的话 我就把分母的cosx 跟x立方 放一起 好 分子的话 这边有个sine x 这边有个sine平方 x 所以相称是 sine x OK 好 所以 这边的话 我的二兆 写 里面x 就像于0 那么你的sine 立方x 就跟 x立方 一起 好 那cosx在后面 OK 那其实这个sine 立方x 你可以写成什么 sine 立方x 其实可以写成 OK sine x 乘 sine x 乘 sine x 分母x 立方是x x 乘 x 乘 那这cos 其实你可以 分开 给它一个limit 好 那其实这边 有 sine sine 除以x 总共有三个limit sine 除 x 乘 limit 分开了 sine x 除 x 那在乘上 这边可以把 x 等于0 带进来 1除 cos 0 所以这是1 这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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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答案是2 所以答案是2 而这样说其实同学在这一波 这边 讲清楚原理了过后其实老师就可以这么写 这limit如果下次你一个sine立方x的话 除x立方 你可以写乘1 好因为它其实就是 1乘1乘1来的 不过如果 观念上同学很乱 你就算老师这样 每次都分开 就不会有错 OK 好我们看最后一题 cos4x的 这个cos4x的比较难是因为我们要 从 背脚公司上面获得 因为我们讲说原本我们的公司是 cos2x等于1间2sine平方x 好 那么现在 我把1移过来 -2sine平方 两边乘负号 所以1-cos2x等于2sine平方x OK 可是 重点在于 这边只有cos2x 那么如果我要4x的话怎么办 所以这边照写4x的话 这边2x这边是x 所以 这边如果是4x的话 这边刚好就是一半 所以这边就是 2x 这样 这样 所以 这边 把他说稍微一点 这是公司 OK 所以这边也就想说 1-cos4x 我可以把他写成 2sine平方 2x 那把这个2抽出来 就像于0分母的sine平方 我就这么写 sine平方 分母还有一个x还有一个sine5x 好 那接下来就玩配对了 OK 好 所以分母有sine2x 有sine2x 所以分子要怎么样 分子要有一个 分子本来就有一个x OK 那分子要多一个 2 这边要多一个2x 2x 这样 这个红色的是 分母本来的x 不是我多乘的 OK 那再来 后面那一项我还有一个 sine5x sine5x的话 分子必须要一个 5x 那不可以分子 乘5x 分母也要 乘5x 这样 这样才公平 见吗 所以 OK 所以 这边 我们开始配对 这个sine2x 跟2x 配一起 这样这个2没有用到 对不对 2没有用到 就把它丢出来 OK 这边是4 OK 那么这边是sine2x 除2x 第一个配好咯 好 再来 第2个 sine2x除2x 中间是乘 好 sine2x除2x OK 那再来 这两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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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x除5x 乘 乘 这个是第2个 sine2x除2x 乘 这边可以约减 所以limit放进来 25 那么最后一项 好 也是放一个limit进来 5x除 35x 好 所以一句公式 这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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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边呢 limit里面放常数就等于 那个常数的值 然后乘 所以当然是 5分之8 OK 这题 它会比较难 因为你需要调整你的 三角函数的公式 然后把它调乘4x的 那才做得出 OK 好 所以以下 这些是 25.7a的 CT